10月25日晚 武汉夜游消费机正式启动 该市推出24个重点夜游区域和项目 武汉城市地标黄鹤楼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开放夜间体验后暂停演出 当晚重新开放 吸引不少游客 在武汉生活多年的杨女士第一次在夜晚游览黄鹤楼 她告诉记者 融入光影之中的黄鹤楼愈加美丽 夜游消费机的开启一定能吸引更多人走出家门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因为身为武汉人其实真的晚上出门 那这个机会很少 相反更多的是到外地去旅游的时候去游览外地的那个夜游的那个风景 但是自己本地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如果提供了这种机会的话 我相信武汉市民都会很愿意进行参与的 在黄鹤楼上平栏远眺 两江四岸灯光璀璨 市民何先生得知当晚武汉启动夜游消费机活动 带着家人登上黄鹤楼后直言振奋 他表示 相信武汉一定会越来越好 确实让人觉得意想不到 让人觉得非常鼓舞人心吧 就是整个因为今天是疫情的原因吧 到了今年现在是十月份的时候能够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 确实感觉很鼓舞人心 夜经济是城市商业发展的情语表和城市活力的直接体现 作为曾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风暴演的武汉 蓬勃火爆的夜经济彰显着这座城市浴火重生后的自信与活力 当晚漫步武汉街头 防华热闹的夜景随处可见 街边烧烤 麻辣烫 杂粮煎饼等小吃摊食客不断 一些美食店内坐满食客 部分门店甚至排起长队 在光谷 江汉路步行街 王家湾 街道口 徐东大街 楚河汉街等商圈 逛街购物人潮汐攘 与封城期间空无一人的情景可谓天壤之别 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工作都很忙 我觉得晚上过来游览 第一可以消遣可以消遣一下 第二呢就是说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游览的空间 我觉得挺好 特别好 因为疫情以后的话 其实那个旅游业受到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然后现在的话 这种形式的话 可以吸引我们本地的游客以及外地的游客 然后促进这个旅游业迅速恢复嘛 据悉 武汉推出的24个重点夜游区域和项目 涵盖夜间观光游览 休闲 娱乐 演绎 餐饮 美食 购物等业态 此外 24个夜游区域和项目还同步推出优惠促销 以及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 全国游客均有机会在武汉文汇通平台 领取300元的文旅消费补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